你好 我是郝廣柴 黑格尔讲过一句有名的话 就是一个民族 只要有够多的天才仰望星空 那个民族就会异常的辉煌惨烂 同样的 我们一个人 如果经常有机会仰望天空 你的生命也会像星光一样惨烂 我们什么时候会忍不住抬头仰望星空呢? 就是在读小王子的时候 你每读几页 就会忍不住抬头 即使你不在户外 你也会想像出一片星空 所以我们今年在小王子八十周年的时候 特别把格林做的这个Claudio的绘本 重新为小王子用最精致的艺术 重新再诠释一次 最伟大的书籍 就是要有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必须有再创造 所以我们请国际插画大师Claudio 为小王子 诠释了几十张新的插画 相信你在看的时候 一定会忍不住的仰望星空 但是你低头要想什么呢? 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小王子的笔记本 让你可以把心中所思所想 你心目中的梦想 还有最大的礼物 寄在这个笔记本书里 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 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精美的礼盒 把这两个宝费装在一起 一个是你的想法 一个是你的创造 这样把这个礼物书送给自己 也可以送给你最好的朋友 送给那些会仰望星空的朋友 所以当你们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共同的梦想